我们很久没有回来了 放拿烟就是让祖灵知道 我是你的孙子 我来这里做什么 希望他能够保佑我们 我来这里做什么 啊 我只要來這裡 靠著這個石頭把一些事情講一講過 我覺得很討厭 或者是受到什麼委屈 所以我就講 講完之後 容易放下這個 過去人家對我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很少去恨別人 我很容易再去炎釀別人 一直在吃虧中成長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到了斐基 結果比我一起的好很多 我本來是 其實真正內心 有想逃避開一個店 然後就那個 然後買主年帝就慢慢來 當時我是那樣想 結果古藝中在這個過程中 竟然讓我們一直長長 後來有一次我就 就標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建築 叫Noble House 當時這是我的面子 非常有榮耀的 因為我當時 我怎麼來進出吃飯都是總理 大使 這個總統 都是當時那個 感覺自己要飛一樣 走路都覺得也不太一樣 開大車子開什麼 不要讓我媽媽跟爸爸知道 我要show off我那個能力 我就請他們來 結果來的時候 我以為他會很 對我很鼓勵 我媽媽就告訴我說 你需要這樣嗎 你還記得你有承諾要做什麼嗎 這樣什麼承諾 他說你的夫婦還在等你 還在問說你什麼時候要買回主營地 所以後來我當時就開始就這樣放下 就重新把心理改變 也就是我成長了 就等於是進入另外一個階層 想法 我不再在乎這個 我什麼面子啊 什麼 什麼遊艇啊 什麼小島 當時我就不太那麼想那些 然後我就開始找一個 走一個比較正經的承諾 在乎你的手切 你會看